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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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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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總為何要阻止他 罗總見惠君王兩人走來 趕緊帶如瓶躲進儲藏室 一瞬間如瓶竟覺得是智蓉回來了 一時情緒激動昏倒 如瓶醒來時已被羅總帶到瀑布旁 醒來後的如瓶堅持要回醫院殺三太 羅總苦勸 如瓶萬念俱灰 拜託羅總幫忙照顧他的爸後 自己想衝往瀑布一躍而下 羅總急忙喊出和如瓶相似時說的話 黑水相逢亡 不留在天的流 如瓶震驚 羅總述說著智蓉和如瓶相似的過往 如瓶有些所足無錯 最後羅總終於承認自己就是智蓉 如瓶大哭 後來如瓶平靜地和羅總走在街上 兩人就像是尋常朋友 如瓶表示自己想通了 智蓉都可以死後重生 自己也不該再懦弱 他決定要幫忙大家將三太的面具扯下 讓他得到報應 三太發現如瓶和庫伊蘇不在病房 十分著急 天罰推測應該是被成功帶走 剛好成功帶庫伊蘇回來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如瓶去哪 三太不信 這時如瓶和羅總走進來 說自己剛剛去祭拜政群 三太這才還住氣 但敏銳羅匯君發現如瓶回來後 性格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這天一早 如瓶準備帶庫伊蘇出門走走 三太拿出防走師手環給他們 如瓶坦然瘦下 到公園後 如瓶坐在一旁的椅子看著庫伊蘇 羅總則著運動服到他身後的矮牆 兩人擱著牆 約定利用公園旁的公共電話保持聯繫 羅總離開後 如瓶再次提醒自己一定要堅強 殺手從新聞得知小飛沒死 想起事發當天小飛有看到自己面貌擔心露餡 便到醫院要殺小飛 幸好文章及時解救 但仍被兇手逃走 小飛因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醒來後記憶停留在四年前嘉烈的大學畢業典禮 玉蘭請大家先別向小飛提起政群 並刪除所有相關照片 但小飛無意間聽到一首歌 腦海中閃過片洞畫面 越想越頭痛 玉蘭勸他趕緊休息 別再亂想 丞浩因為三太和惠君跑到九份找曾勇夫婦理論 甚至用真僕威脅絲絲的事與他們大吵一架 如瓶開口替辰浩和詩詩求情 三太退一步表明可以接受詩詩 但兩人的戀情不能公開 辰浩無法接受 兩人越吵越兇 三太打了辰浩 更罵惠君不會交兒子 辰浩不忍媽媽和自己受到這般對待 表示不想再當楊家人 但惠君放不下三太 最後辰浩只好自己離開 畫面一轉來到醫院 玉蘭向士昌和嘉烈說明小飛的狀況 要求嘉烈和小飛聊天時 千萬別提起正群的事 嘉烈問小飛是否忘了兩人曾交往的事 小飛壓抑自己真的和嘉烈交往過嗎 剛好玉蘭進來 趕緊說不是交往 只有曖昧而已 世昌約了殺手見面 表示小飛是他的妓女 不准殺手傷害小飛 殺手認為小飛已經看過他的長相 必須要滅口 世昌告訴他 小飛醒來後就失意了 不會認得兇手 並拜託殺手先離開避風頭 同時承諾會給生活費 殺手同意 但表示如果事情有變化 就不可能放過小飛 並要世昌記住 兩人是在同艘船上 如果自己被抓 一定會攻出世昌和三太 絲絲費盡苦心說服阿勇 要阿勇相信 丞昊和其他男人不一樣 阿勇一開始也不相信 直到絲絲說丞昊為了他 和三太翻臉 離開楊家 阿勇才逐漸理解 並告訴絲絲 如果他相信丞昊就是對的人 那他就再也不會反對 文貞和佳妖找來絲絲和阿勇 表示三太下令開除他們二人 於是四個人吵了起來 這時美玲和文章進來 文貞以為救兵來了 結果美玲和文章 都替絲絲說話 最後文章表示 如果把事情鬧大 媒體又要將劣質油和恐嚇地主的事扯進來 就麻煩大了 佳妖才幫忙勸文貞 美玲也表示會去安撫三太 美玲來找三太 希望三太不要開除絲絲和阿勇 原本三太堅持 但在美玲軟硬堅絲的攻勢下 終於同意收回命令 天發翔三太報告 陳昊最近在修車廠工作 三太氣的跑去找陳昊 惠君趕緊跟上 到了修車廠 三太和陳昊又大吵一架 讓夾在中間的惠君很為難 小飛和玉蓮逛街 來到一間玉蓮平時最喜歡的服飾店 小飛要玉蓮進去看看 自己在門口閒晃 這次小飛察覺有人在跟蹤他 才知道原來是文章 因為擔心他的安全 於是一直偷偷保護小飛 玉蓮邀請文章回家坐坐 文章將小時候 小飛幫他爆炸傷口的手帕 還小飛 玉蓮和小飛驚訝 原來之前就發生過這樣的邪惡 阿勇邀陳昊來家裡吃飯 陳昊感謝阿勇同意他和詩詩交往 也表示自己會更加努力 這時惠君登門 則怪詩詩竟然沒阻止陳昊離家 陳昊向惠君表示 在這裡他得到從沒感受過的溫暖 阿勇也讓他感受到父愛 不想再回楊家 惠君聽完後 氣得離開 如憑見惠君氣呼呼的 表示自己願意聽他吐苦水 惠君忍不住抱怨再增加發生的事 沒想到被三太聽到 亞裔陳昊竟然從阿勇身上 感受到父愛 三太暴怒氣到頭痛 如憑又去泡茶給三太喝 三太要天發把陳昊名下的楊氏股份 獲回到自己名下 要讓陳昊一如所有 小安在酒店上班 被天發點台 天發炫耀自己是楊氏企業高層 於是打電話叫佳搖過來 佳搖見到小安嚇了一跳 但沒說破 天發不停酸佳搖 還提到鄭群之前一直和三太作對 最後連昏都解不成 小安氣得偷偷在天發酒裡下了泄藥 揮毀了天發就肚子痛猛跑廁所 小安帶著花到羅家門外 想祭拜鄭群以示心意 但想到自己被趕出羅家的事 遲疑不敢按鈴 剛好遇見回國的志成 志成十分開心 小安卻轉頭就走 志成一擊跌下輪椅 小安趕緊上前攀扶 志成拼命向小安道歉 並解釋自己當初為何沒挽留他 小安只是冷冷的把花交給志成後離開 志成讓成功跟蹤小安 看看他過得怎麼樣 以上就是本週的一週多情 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 下週也別忘了持續鎖定一週多情 喜歡的朋友們也記得分享出去唷